新疆老大二 朋友们好 我还是骑着单车 从河南去往 新疆老大二 他俩是跟着老二去新疆的原伴 回来又一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我们三个单身狗在这里已经休息了 三天了 今天收拾肉东西继续出发 有100多公里就到 就属于阿里无人区了 朋友们 加油 我们三个单身狗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然后刚去现场买了点菜 买了个大鸡腿 还吃了一碗面 最主要的是 手机机走了 手机机回家了 运费花了74 它这个运费倒是不贵 运费8块 包装费3块 然后是保价费 好像是60 60多块钱 一共是74吧 记得邮政 反正也比那200的便宜 但是我的床腿又坏了一个朋友们 只剩两个腿了 我找了两块泡沫 晚上就用泡沫垫着睡觉 我把泡沫都带上了 要不然晚上没法睡 蓝天白云加雪山 哇塞 现在骑着是最舒服的 还没风 小太阳晒着 舒服得很 现在海拔是4600 走到阿里地区 海拔就平均5000了 到时候更难骑了 今天我在县城买了一卷胶布 给丢鱼的耳朵粘起来了 我想让它立起来 我专门看了看视频 然后就这样一粘 基本上一个小 不是一个小时 基本上一个星期 应该就能立起来了 立起来比较精神 是不是 给大家看看 扎了个小仓文 你们觉得能立起来不能 朋友们 玩去吧 这个天又阴了 朋友们 这边晴空万里 这边乌云四起 前方就要爬山了 翻过这座山 应该就是下坡了 没多高 我们继续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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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